現場的報導 其實那海葵的暴風圈 已經進入了我們東南部的陸地 那預計傍晚的時候 它會從台東來登陸 現在就帶你來聽聽氣象局的最新說明 我們其實也針對了台灣臨近的海域 包括東北部海面 東南部海面 巴士海峽跟台灣海峽發布颱風警報 請沿海航行及作業船隻應該要嚴加的戒備 我們先從雷達的圖面上來看 目前颱風的移動狀態 我們可以看到在雷達圖上面 颱風的結構其實非常的扎實 而且中心的颱風眼在目前來看是非常的清晰 這個颱風在過去一段時間 強度有略為增強 而目前颱風持續的往西北溪方向移動 我們預計大概在中午過後會接近綠島地區 稍早我們也針對綠島發布了颱風強風告警 預計在中午過後 綠島地區很有可能會出現 平均風12級或陣風14級以上的強陣風 請當地的民眾一定要特別的防範 而隨著颱風持續往西北溪方向移動 我們預計在今天下午到傍晚之間 颱風的中心很有可能會在台東登陸 因此在東半部的風雨會在今天的下午達到最強 我們從雨量的預報來看 目前的話因為東半部是一個迎風面的區域 所以在今天下午的話 目前的強降雨還是會持續 因此在整個東半部以及包括了鄰近的山區 都可能會有比較大的降雨出現 我們已經針對了花蓮 台東的山區 還有宜蘭的山區發布豪雨特報 可能會達到大豪雨的等級 我們甚至不排除今天在花蓮的山區 有機會出現超大豪雨 而東半部這樣子的雨勢 預計到今天入夜還是會持續 而且隨著颱風逐漸進入到台灣的西南方 南部地區的降雨也會逐漸明顯起來 我們預計從今天晚上開始 南部地區也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或好雨發生 這樣子的風雨在南部預計要持續到明天的早上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澎湖地區在今天入夜之後 風雨也有顯著增強的情形 風力的部分也是在這一段時間大家需要特別留意的 在今天上午因為是吹東北風的關係 所以主要的風力比較大的地方是在北部跟東半部 稍早在台東的成功已經出現了11級的陣風 藍雨也已經出現了12級的陣風 其實在北部跟東半部沿海普遍都有8到9級的陣風出現 這樣子的狀況一直到今天的下午風勢會更加的劇烈 隨著颱風逐漸靠近 我們預計在綠島藍雨可能陣風會來到16級 台東的話陣風也有可能來到14級左右 風勢是非常大的 而除了在東部的風力明顯增強之外 在西部沿海的風力也明顯的增強 我們預計可能也會有10到11級的陣風出現 而這樣子的狀況一直到今天晚上 颱風進入西南部之後 我們預計雲林以南在今天晚上 也會開始有10級的陣風出現 甚至在南部也有可能有11級的陣風 因此在今天下半天會是整個颱風 逐漸要登陸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提醒東半部 恆春半島這是風雨最劇烈的時候 尤其颱風中心會在傍晚的時候 登陸台東 而另外在中南部澎湖 目前的話雖然風雨還不大 但是預計今天入夜之後 風雨也會明顯的轉強 而至於其他地方 也都會有間歇性的陣風或大雨出現 颱風今天是影響我們最嚴重的時候 提醒大家要多留意颱風資訊 並且做好防海準備 以上是中午的颱風說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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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 勇